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年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绪 如何让基隆变得更好 监督市政就相当的重要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林异作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林异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市议区的市议员陈宜 陈异作 小军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异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张炳君 张艺作 美丽的小军你好 还有我们所有基隆市民大家好 炳君好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疫苗施打问题 你知道吗 有民众向我们的市议员林敏勋反应 这个暖暖区居然有学校 在学生四周以内全部打了4剂疫苗 一块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央宣布暂缓施打12岁到17岁民众 接种第二剂BNT疫苗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11号在议会质询时就爆料 全基隆市已经有一所学校 大约400位学生已经打完第二剂的BNT 要求卫生局长说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卫生局长吴泽成回应 这是依照中央的规定 但是你10月29台完成第一剂施打 为什么暖暖高中的同学在10月29号就已经打了第二剂了 报告那个林与元 中央在推BNT在12到17的时候 一二剂的施打期程全部都下来了 所以我们在排第一剂 所有的学校第一剂施打在什么时候 第二剂的施打在什么时候都已经排好了 那家长现在纷纷不平是说 啊为什么只有暖中打 他们也是回去之后跟其他同学联络 他的同学可能读二性的 可能读定中的 可能读安乐高中的 其他的中学可能明德国中的 才发现说 怎么只有我们暖暖高中的学生有施打 而且他们打完之后 班级上的学生其实有一半以上是倒成一片 那你们有确实掌握说 打完之后第二剂的学生 因为你说只有暖暖高中打嘛 总共打了多少人 打高中国中四百人左右 李敏勋追问吴泽成 既然是依照中央的规定排定施打 为什么打完这所学校学生后 基隆没有其他学校学生 接续施打BNT呢 所以我就气就是气 为什么只打暖中啊 那你觉得没错的话 你为什么后面不继续打了呢 我不是说没错 我是说他还在合理的范围 对那如果合理 你为什么现在不继续打 如果合理的话 你为什么不继续打 因为政策已经延时 什么时候演的 你什么时候接到指挥中心 跟你说要演 大概十月中吧 十月快中的时候 快中的时候 那十月九到十一月中 没有其他学校符合 四周的这个规定吗 不是 应该都有了吧 大部分学校应该都有了 其他的学校都没有打 李敏勋更表示 现在家长人心惶惶 甚至有国一女学生 除了接种两剂BNT之外 期间也打了子宫颈疫苗 甚至安排接着又要为学生们 接种流感疫苗 让家长们更是担心 第一剂 九月二十四号是第一针 第一剂BNT第一剂 那个时候是我们暖中 是率先我们整个基督市 先行施打 两周后 国一的女生 去人强医院 施打了子宫颈疫苗 两周后就施打疫苗 结果你在十月二十九号 又给人家补BNT第二剂 补上去 他等于是三周之内 等于是四周 打了三针疫苗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那原本预定在昨天 要施打流感疫苗 因为现在是暖中的家长 每个愤愤不平 尤其在昨天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大家才知道 原本他们是兜不起来的 以为 他们是以为说 全基隆市的学校 都有在打这个疫苗 所以他们想说 好 大家都有爬 我们也要爬 我们就遵照这个市府的相关规定 结果打完 现在一问之下才发现 你也没爬 大家都没有打 情况之下 暖中先打了 而且又是这么密集的打 这是女生啊 当然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的话 目前是只有打两剂而已 包括林医院 这个三种疫苗的施打 是完全符合规范 也是合理 如果是我的小孩 也是根据这样再施打 林敏勋要求卫生局长 吴泽成和教育处 要追踪这些已经接种 疫苗学生后续的 身体健康状况 让学生和家长们都放心 根据最后的结果 发现学生的身体状况都还OK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科兴 刚刚说到这件事情合法 但是合理吗 我们要请我们的敏讯一座 来跟大家分析 是 那感谢小军 那主要就是说 为什么那天 我在11月11号 在种子群上面 会非常的气愤 那因为这个主要是 因为时间序上面的安排的关系 我是在11月8号的时候 得知这件事情 是家长来服务处这边 澄清说 他们疑问之下 发现只有暖中的孩子 打过了那个BNT疫苗的第二剂 那剩下的同学都没有人打 有问过他们很周边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定中 像二姓中学 像其他的学校 都没有 12岁到17岁的朋友们 都还没有是打第二剂 那所以我们才赶快去追查这件事情 然后才赫兰得知说 全基隆市只有暖暖高中 是打了第二剂的BNT 所以家长才会非常的恐慌 说为什么只有我没有打 那因为BNT第二剂 其实相较于 就是美国食肖署FDA的研究 是说他们在美国青少年 其实大部分都接种 完整接种两剂了 那那个第二剂的 就是那个BNT第二剂疫苗 是第一剂的疫苗的 大概是十倍 就是那个引发 可能诱发这个心肌炎 跟心胞膜炎的几率是 第二剂是第一剂的十倍 那所以说包含很多的国家 像挪威像英国 像香港他们都已经有明确指示出 他们不建议青少年打第二剂 那尤其又加上我们台湾 其实现在目前有做这个 国境的边境管制 所以近来其实都是要隔离14天 那疫情在这段时间 其实也相对虚软了很多 所以说我们才会说 第二剂是不是还有要思考 跟考虑的必要 要不要这么早打 那包含教育处在10月20... 他们有发一个公文是说 在10月29号以前 是各个就是各个我们全金融市的高中以下 12岁到17岁的小朋友们 他们学生们 他是在10月29号以前完成第一剂接种就可以了 那第二剂在哪 目前那时候都还没有提到 那所以说我才问说 那为什么明明教育处给的时间定是定10月29 可是在12月29的当天 暖暖高中就已经先打了第二剂 那卫生局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那我就在议会上面 在我的总局时间上面 刚好是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三天之后 我就直接在总局上面 询问我们这个卫生局吴局长 我是问他说 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得知道 指挥中心宣布说 第二剂青少年也还打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 指挥中心在正式的公布图卡 跟正式的记者会上面宣布的 往后延 就是我们目前全国的第二剂 BNT施打疫苗往后延 原本是那时候各家媒体新闻都是在说 可能是11月底 最快12月底 这12月初才会打到BNT 第二剂 12岁到17岁的部分 但是后来在11月8号的时候 那个立法委员杨琼英 在那个议场上面 在那个 这个咨询 我们陈锋部长的时候 部长才在才说 那包含当天的那个下午两点记者会 才宣布说 我们全国的那个12岁到17岁的同学们 他们第二剂是暂缓施打 那目前延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那所以说 你看像全国 我们现在目前 我能够确定的是 基隆市的暖暖高中 全基隆是第一所 全基隆是唯一一所 那应该也是全台湾唯一一所 这479个小朋友是我们目前全台湾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里面 唯一打到BNT疫苗第二剂的 所以我们才会很担心说 因为他的那个新基隆的症状比例是那个第一剂 是打第一剂的十倍 那我刚才讲到那个FDA美国食药署 他们的研究也是说 目前台湾的我们的那个学生打的第一剂的 那个通报这个新基隆的这个比率是美国的两倍 就是以相同的母数去分的话 他们是我们是他们的两倍 那所以说你看第一剂我们就已经高下两倍了 那第二剂美国已经说他们是第一剂的十倍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我们后面 这些打的这些这些学生后续会有什么反应 而且加上他其实 我为什么会这么后续会这么生气 是因为我得知他们在9月24号施打第一剂 那时候全国开放第一剂BNT施打是9月23号 那我们基隆是第二天就是市长有去浪漫高中市场 所以浪漫高中是第一个学校打到第一剂的 那9月24打完之后 其实两周两个礼拜过后 我们国一跟国二的女生 他们在国一跟国二他们其实是有施打子宫颈疫苗的 那他们在两周后就立刻又接种了这个子宫颈疫苗的这个疫苗 那在11月29号就等于再过两周之后 又再补BNT的第二剂 所以他们已经是四个礼拜打了三针 然后原本我没有去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原本是11月10号在我的总织群前一天 他们要接种流感疫苗 所以等于是你在48天里面打了四针 小朋友的身体承受得住吗 这些12、13岁的这些小女生 女生才会打只供给疫苗 但这些小女生12、13岁在48天之内 等于是12天打一针 48天里面打了四针 那不要说小朋友 我们大人都承受不住了 何况小朋友的那么小小的身体 能不能承受这么多的疫苗来打 所以我在议场上很生气的问局长 局长居然还会有说 这个是在药理上面是可以的 按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就可以 我说这个是合法的 那但是合理吗 如果今天是你的小朋友 你会不会让他打 那他还在议会上面还说什么 会啦 如果是我小朋友 我就想问 那你有这个小朋友吗 我们家长 每个小朋友都是家长心中的宝贝 我们是经不起任何一个意外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那我自己也有两个小朋友 所以我很能够感同身受说 如果今天是我的小孩 在48天等于一个半月之内 被打了四针 我也会很心痛 也会很担心 又加上目前你全国中央都已经跟我们讲说 不要 就是第二剂 12岁到17岁的BNT疫苗 第二剂是往后延延 那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那当我们 你这个指挥中心 在11月的时候 公布这个资讯 结果老早我们乱高中 已经在10月底就打过疫苗了 那你叫我们情何以堪 那所以家长才会这么样的生气 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被当成白老鼠来做施打 那加上因为最近疫苗的关系 其实疫苗政策 大家也会觉得有点混乱的情况之下 当然家长一看到这个讯息出来都会很惶恐 那目前 但是目已成舟嘛 所以我在那个现场也是跟局长讲说 这个事情 他们要回去查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误 你们明明在10月中 10月中是指挥中心 它还没有正式公布 指挥中心正式公布是11月初的时候 但是其实10月中 指挥中心就已经有跟我们全国的各个地方的卫生局 都已经说过BNTDAG往后施打 那为什么你会读漏了我们这个暖中 其他学校也都有啊 那为什么就暖中你们没有去发现到 是因为我们第一间打吗 那你后续 你们是不是送上去在审核之后 你们没有去审核到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一定有一个环节出错 才会让南南高中成为全国 这么多的小朋友里面 他们是全国前479位 因为我们总共前479位小朋友 韩国中部打了这个BNT疫苗第二剂 那那个时候因为刚打完 因为它这是mRNA的疫苗 所以mRNA疫苗其实打完 就像莫德纳第二剂一样 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但是它真的耗发心肌炎的比喻 大概是两至三周以后 才会那个心肌炎的那个症状 才会开始出来 那或是心律不整的症状 那所以说那个时候 也就是上个礼拜 11月11号是我质询那个时候 刚好是他们打完第二剂的两周后了 所以我们才会很担心说 会不会小朋友会不会有什么状况 因为那个打完 其实不适合做基业的运动 跟后续必须要进入每日的 那个监测的这个名单当中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个问题我点出来 他们去查清楚到底是谁疏忽 希望以后不要再犯 那第二个是说 既然都已经打了 那我们就希望说 后来他们一定要跟教育处这边联系好 每天就是落实做这个 健康的加强的监测 看小朋友有没有什么 不舒服的情况发生 那到目前为止是 目前还没有 那我们也希望最好是不要有 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要落实 就是检测再检测 要double检测 这才是我们打疫苗最后的 这个药物保护力最终的目的 那说到药物保护力 就是把身体照顾好 身体照顾好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多运动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今年全运会 今天用代表服装 成为议会咨询的焦点 一块来看看 多运动会就是代表各个县市 那比如说高雄的话 他会写一个高 然后就是画那个山 那花莲的话 就是有一个莲花 然后就是代表各个县市 那请问我们基隆的代表服装 一场上 秀出全运会基隆代表队的服装 市议员陈怡 拿来与身上秀有台湾 和自己名字的衣服相比 身上这件让他觉得相当骄傲 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 我感到很满意 因为就是代表台湾 那又有我自己的名字上去 我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呢 我会感觉很骄傲 那基隆市的选手呢 他们穿到这种服装 他们并不会有感到 代表基隆市的任何骄傲上去 陈怡说 与其他县市代表队的服装相比 基隆似乎没有特色 也没有代表基隆的图案 这个就是像比较高级的工程行 或者是中青会 或者是那个造势晚会 造势晚会应该是 应该是这一件比较亮的 这种造势晚会人家会穿的 就是希望教育处之后呢 不要只是就是消耗预算 然后把就是这种运动会呢 就是让运动选手就是穿了 就是觉得是不是这么感觉 就是代表自己的县市 或者是代表自己 因为一件衣服呢 是代表一个人的层次 跟一个人的品位 那去年我们已经提升到 这样调整之后 一套是1500元 那今年我们继续再有提高 所以今年 易卓您刚刚呈现那一套 一套是2000元 我们是采 依政府采购法 用公开评选的方式 来做公开评选 那在评选的会场 我们是已经尽可能去挑选 更有基隆特色的部分 那像台北市 他们的确是会有一些 印一些台北的logo这样子 另外要求厂商 因为第一个 他们的量非常大 第二个他们的单价 就是四五千块 那再加上他们的量 是我们的几乎是 十倍二十倍的量 所以他们可以去加印这样子的一个logo 跟就是相关的一些 就是属于专属那个县市 那如果我们再加印那些东西的话 就会再提高单价 其实相对对选手来讲 不见得更有利 但是我们在评选样式的时候 我们会去尽可能 去能够 可以跟我们基隆的印象 去做结合的部分 那也谢谢一座对于这个选手服装的关心 所以其实我们跟一座报告 我们明年也在争边预算 所以明年平均 以一年大概接近六百到七百个选手 来参赛来计算的话 我们明年平均每一套 可以到两千四百元的这样子的单价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再给提供选手 有一些更好的服装 教育处承诺 明年将会再争边预算 提供更有特色的设计 让基隆选手穿在身上 也能展现基隆特色 其实中信会的服装 其实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们基隆出去代表 应该有基隆的特色 我们要请陈一跟大家分享你的理念 好的 我也想要借由这一次的机会了 来解释一下 我当时也是讲太快了 其实在我们基隆市的 有一些中信会人他们毕竟历史也蛮永久的 其实他们在每一次的中云季的游行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特色 但我这一次是代表基隆市参加两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 我当时是想说应该是要具有代表基隆市的服装来参赛 那当然是当下很多选手拿到我手上这件服装的时候 他就是一点就是代表基隆市的特色都没有 不然就是来一个老鹰的符号 或者是来一个吉姑拉或者是雨伞 都满有基隆市的代表 就是代表基隆市的特色 然后所以当下我在议会的时候是讲太快了 然后就像好比我今天戴的口罩 这个戴的口罩其实在大家关注我们今年的2020 就是东京奥运的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是中华台北队的口罩 就是一个口罩的图案或者是衣服的图案 是代表一个象征性 也是代表就是各个县市 只是在未来我们基隆市的选手代表基隆 应该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在 好比说像花莲一朵莲花 高雄一座高山那都是有他们的 他们各个县市的特色在 那希望基隆在之后代表我们基隆市 也有这些的一些意义在我们的这些衣服上面 感觉我们穿了会代表我们自己的县市 那再来就是我要讲像今天戴的口罩 如果在国际的赛事比赛 等我们的国旗升上来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说这个我们的台湾 或者是我代表基隆市 那种的骄傲感成就感就在那一瞬间 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特色 代表基隆市的服装 基隆有特色的服装就可以成功的来行销我们的基隆 那成功行销基隆之后要引进人潮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交通 要带大家来看基隆市中山区的通行厨 还偷其学生 要让他们更方便 我们的张敏君张义座 他是争取了中山区的快捷公车 所有居民最引颈奇探的 还是我们中山区的快捷公车 我不管是在第一次 第一次的咨询 或者是第二次的咨询 我都有多次的询问我们李刚的处长 那目前最新的进度 那他在1月16年初的时候 已经通过他那个专案小组的那个会议的议决 是可以同意通过 那这个他们现在就排定要到路线审议委员会 那通过以后就可以公告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会积极的来协调来最终 以上 那谢谢处长的说明 我还是要再次重申 当然我知道我们市政府是起起点的去做一个决定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中山区都是以社区为主 包括我们德河里台湾透天 然后统一新城 包含我们的喜事 包含我们的大庆大成 其实这主要这几个社区 大概就占了我们中山区将近六成的人数 那我知道说目前我们有规划是 看是德安交流道 或者是综合交流道上去 那我这边还是会 跟着我们市政府这边 包含我们蔡司令委这边 还是要全力去争取 至少我觉得 我们也是要往中和交流道上去 因为这样子可能比较可以舒缓掉 我们中山区通勤组的问题 那未来其实也就像我上次咨询所说的 我也是希望藉由中山区的快捷公车 除了解决掉我们通勤组上班组的问题以外 未来我也希望就中山区快捷公车 让其他县市的人可以搭乘这班快捷公车 来到我们中山区观光来这边消费 在中山区的快捷公车应该是今年就要同车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虽然无言后 到底现在目前的进度跟启程又是如何呢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秉均一座 那其实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交通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城市发展的基础 尤其更是我们经济的命脉 那我们知道目前进度是 现在总共有三条的快捷公车 分别是1088、2088跟1579 那其实在秉坚上任市议员之后 其实就一直想要让我们中山区的快捷公车 顺利促成 然后让我们的中山区的所有居民 可以享受到这个交通的便利性 当然我们最早之前我们的快捷公车 是直达到南港转应站 那相对的也有一些人在质疑说 最早之前不是到南港转应站 为什么现在在秉均你的一手促成之下 现在达到了变成到台北火车站 因为这其实要讲一下历史 以前我也是在台北市的上班族 那后来返鄉回来打拼 为基隆再打拼再努力 可是最早之前我要去台北上班的时候 我要先从中山区自己骑着摩托车 到我们的基隆市火车站 然后坐火车到台北火车站 再搭捷运到我的上班地点 那当时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从我家 直接搭乘一班车次 直接到台北市的火车站 然后再转到任何我想到的地方 当然因为考虑到现有路线的问题 因为台北的交通已经饱和 所以其实在所有新的路线 都没有办法直接申请到 直达台北火车站 当时才会退而求其次 先找台北市临近的这些转运站 但毕竟我知道这是我的梦想 也是很多上班族的梦想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努力再去促成 后来我们用国光客应的E8 E3D 这个现有的路线 我们用这个路线来去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还特别去拜访国光客应的董事长 来去跟他解说这条路线 如果我们说把它 因为它现在只是一天大概三到四班 我们中山区的上班族直达到台北火车站 那我们未来如果说让它变成一个常态式的 这一条的路线未来已经不只是我们中山区 前往台北上班族的一个很好的交通便利性以外 它是让我们跟台北市做一个连结 因为这条路线会从我们的中山医二路 到中华路到文化路走复兴路 然后下我们中校东路直达到台北火车站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从我们的火车站台北火车站 走中校东路然后下中和交流道走复兴路 原路再回到我们中山医二路 而这个路线除了我们上班族 除了上班下班可以做以外 这一条更可以让我们未来 比如说我想要到台北市去看电影也好 去吃饭也好 甚至周年庆到了 因为这条路也会经过相当多的百货公司 那有一些大哥大姐想要去那边逛逛周年庆 他们都可以利用这一条的路线 直达到台北市 所有我们的这一些交通的枢纽 然后未来其实你包含你想要搭高铁也好 或者是做任何的捷银也好 这条路线其实都会有经过台北市的一些主要的捷银站的后车位置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地点 尤其因为最早之前的规划是 有人建议是从大干林那边直接上综合交流道 但我们中山区总共有24个里 如果你从大干林直接上综合交流道 他只能照顾到我们其中两个里 那其他22个里的交通权益就会被漠视掉 所以我们在极力争取之下 并在去年的时候 然后把这一条的路线重新改到直达台北火车站 那也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让我们的中山区的人非常开心 也很引颈期盼 那当时也为了希望配合我们的城市保览会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希望把他的开通时间提早到9月1号 但是确实因为疫情的影响 那大家知道前阵子因为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所有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搭乘的人数都至少减少5成以上 那包含到现在 其实你们有看到很多我们的接用市民 有一直在反映 现有的不管是公车班车也好 不管是客应也好 他到现在还是有在减班 大概是在原有疫情会发生之前 大概有减少3到4成 那所以说 所以我们才有因为这样子 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在 所以我们现在很努力 其实现在 恢复我们现有的班次 那也持续的有在跟市长 还有我们蔡世英立委 还有我们国光客运 有在讨论 本来应该是9月1号开通了 那现在到底什么时候要开通 当然因为在前几天 市政总咨询的时候 我们也提出这个问题 来去跟我们牛昌市长讨论 在我的想法中 当然是越开通越好 让我们中山区所有人可以享受到这个交通的便利性 当然市长可能有他一些的考量在 他目前是暂定在农历年前的这段时间一定会顺利开通 那不论是在我们12月底之前 或者是在农历年前大概就是将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 来让这一条的路线顺利开通 然后当然也会有人提到说 现在的这条路线可能对我们大甘霖地区 大庆大城喜事可能比较不公平 为什么没有走到他们里面 那其实我们这部分也是借了这机会 跟我们的这些民众来去说明一下 其实如果我们走综合路交流到下来的时候 假设我们要左转往我们的喜事 大庆大城复都新城的时候 其实那个路口处是相当的危险 那也是很常会发生所有交通意外的地点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看得到 那我们同步也有在开始在讨论说 是不是把这一个交流到 比如说我们把它路口拓宽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解决掉它一些交通意外的发生的可能性 然后未来也可以再持续来去争取 如果我们中山快捷工车 有顺利成立之后 我们会升级支线的方式 未来是不是可以直接从大庆大城 直接上综合交流道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走我们的所有的台北市 的这些忠孝东路直达到火车站 回来的时候下去之后 也是一样可以照顾到我们所有大干领地区的民众 其实我们这部分我们1.1D都有在做 我们也有听到你们的心声 你们的想法 那秉均也会持续争取 让我们中山区说24个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交通的便利性 就是要享受交通的便利性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各区的民贷很努力的在争取快捷工车 要帮大家省时间 而说要省时间就民众向我们的敏薰意做来反应了 暖暖区普遍的停车位不足问题 民众会反应说回家找个停车位好难 反而花了更多的时间 这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是 那那个像小军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在暖区 其实周边 区中心 行政中心周边 真的是一个车位都没有 那包含很多民众 要回去 要去附近办公 包含像我们区工所 护证事务所 还是卫生所 要去办公 周边是全部都红线 然后你想要找一个零停的停车场 都没有 然后更遑论说回家之后 像我们那区以前 开发的比较早 那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新型的大楼 结合式公寓 有地下停车场 那大部分都是那种旧公寓 然后没有地下停车场 所以说以前都是直接停在路边 那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然后就是人口越来越多 然后所以说大部分都是 就是我们那区人口有逐渐在增加 然后人越住越多的时候 车辆当然自然就越多了 那现在开始停车问题是困扰我们 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整个暖暖区中心 有暖暖八渡过港跟地内 那尤其暖暖中心 就是我刚才讲 行政中心周边这个附近 二四六项 然后暖暖街二八一项 十六项这个 暖暖老街这一带 其实是非常难停车 我讲实在话真的很难停车 那包含我们自己要去办公 都找不到停车位 就只能暂停在红线 那时候出来就是九百块一张 那所以说那个民众长期来 就是觉得说 你有帮民众看到很多后代 这个问题其实包含我们上一届 上一届谁的民意代表 办过无数次会刊 在医院里面讲了八百遍 但是就是目前都一直没有 一个好的一个 solution 出来 那现在还好是有一个 我目前在明星上任的时候 我上任的第一个总咨询的一个 第一个会期的第一个总咨询 然后问这个市长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要问说我们暖染区的这个行政中心 能不能够改建 有重新活化的可能 那搭配这个开挖地下停车场 来解决整个暖染区中心 这个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那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问市长 我担任医院的第一次总咨询 第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时候跟市长去参加一个活动 在暖染区公所的时候 在坐那个电梯 上电梯的时候 我们卡在电梯的一半 我们要去暖染区公所五楼的礼堂 参加活动 结果我们的电梯卡在四楼跟五楼中间 我跟市长是电梯拉开之后 我们是有一半 爬出去 对 用爬上去的 那你就知道暖染区公所其实非常老旧 它在民国大概73年 开始启用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 那你看纵观整个我们金融市的行政中心 中正区公所 那个仁爱区公所 信义区公所 中安区公所 他们都是新的 七土区公所都是新的 然后都有很 很 那个它的那个建筑都非常的大 然后地下也都有停车场 都有停车空间可以做使用 那就唯独我们暖暖区没有 你像连安乐行政中心长跟旁边那个 它旁边至少都还有个停车场 虽然说也很难停 但至少有停车场 但是如果你来到暖暖区是一个都没有 我讲实在话 一个都没有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是 郝佳在是在这一次的预算里面 市长有 市政府这边有编列一笔 一百八十万的规划预算的经费 用都发基金的这个基金来做执行 那我们会连同周边现在目前这个 以前旧的顶好这个地方 跟旁边的这个美食 美食节这一条 它以前它是个市场用地 那我们行政中心跟市场用地 会来做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 那希望说把这个土地再一次的活化 那并且让区公所改建一个 这个多功能的行政中心 然后开挖地下田野场 以利我们民众来办公 然后甚至民众以后可以往外租 OT出去的方式 让民众来做那个 越租或是零停 都可以解决这个停车问题 那但是目前这个需要时间去突破 但至少我们 期盼了那么久 期盼了很多 相当多年了 那至少这个是一个 往正确的方向 有迈进一大步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可以利用这个区公所的改建 然后底下的这些市场开挖 暂时解决我们这个目前 能不能去周边 一味难求这个问题 因为包含其实 我们旁边的这个清水公园 现在已经是北台湾 最免费的细水 最大 知名度有打起来 然后人越来越多 但是你每次展 你看只要是清水季 从那个7月到9月这段时间 路边都是围停 然后都是 就是大家都黑白插得到 尤其六日更加夸张 那基辅公路就通了 这个围停的严重 造成交通阻塞 其实是我们暖暖区长期民众一个痛 不只是只有停车 整个交通也做 因此就打结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找出一个好的位置 然后包含现在的这个 旧的这个消防厅社 我们消防局的厅社 也已经移到新的地方去 旧的这一块 跟我们目前暖暖派出所 还有它后面的这些警察宿舍 跟学校的旧宿舍 已经没有在使用的这些宿舍 闲置的这些宿舍 可不可以来做一个 整体来做一个体检跟盘点 那希望说可以 不一定说一定在自中心区 外围其实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民众都很愿意去停车 然后稍微走一下 至少回来是有个安全 不用担心被开单 打开转来就在提心吊胆 我会不会明天睡起来 早上起来去上班的时候 发现我车上夹一张白色的东西 900块就来了 900块其实我今天一天的薪水 可能就900块 或是一半就去了 那真的是 但是又加上现在目前 就是检举的机制 不管是1999 还是10的勤务中心 其实都非常方便 那民众有一些 他也不能说围停就是对 但是只能说 这个怎么样去取得平衡 是非常难拿捏的 那我们希望说 只要是你的供给 大于需求的时候 其实就这个问题 就会 这种可能会造成 民众之间的对立 或是警察跟民众之间的对立 会冲突 会情绪会一直升高 那我们希望说 如果有停车空间 会让大家都比较 找到根源去解决 那希望说大家都可以 每天都不用为了这个停车问题的伤破脑筋 跟七星吊胆这样 所以让大家非常引领期盼 虽然还正在规划中 但是至少有180万的规划 至少要往前动了 对往前移动 所以让大家很期待 暖暖区新的办公大楼 那他们的办公处 他们的地下室 可以兴建为这个 有停车场的空间 那我最后还补充 小小补充一点是说 因为目前我们的行政中心 跟旁边的这个护证事务所 跟暖暖区的卫生所 其实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那民众其实要办公 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要到区货所办理民政业务 然后我要去可能护证事务所 登记结婚 或是说登记其他的业务 然后卫生所可能要打疫苗 我是要被迫分开好几个地点 那如果未来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全部统合在 同一个办公大楼 那下面有好停车的话 其实会让民众更加的便利 那也让我们的公务人员 这个在行政上面的业务 跟效率会再提高不少这样子 是 所以就是要 立即的更新我们的硬体设备 这对民众来说都是很有幸福感的 而说到这个公有的硬体设备 跟建筑 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全市第一座的人工草坪足球场 在盛澳国销起用咯 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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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足球球 金融市场的牛昌宇 立法人蔡适应及多位市议员 效法四足赛 带着小朋友一起进场 并在刚完成的 人工草皮操场 体验踢足球的乐趣 好 我们生澳 这座金融市首座 人工草皮球场 是由深澳国小 向教育部体育署 争取经费诊鉴而成 除了做足球教学 未来更将成为全市足球比赛场地使用 希望大幅提升 基隆市的足球运动风气 而为了避免因为气候影响学生上体育课 金融市政府也积极在各校新建风雨球场 包括深澳国小这座新颖的风雨球场在内 目前全市已经有28所学校设置风雨球场 我们在深澳国小的这个地方 这是新盖的风雨球场 那也是我们今年完成的第8座 那我们在这几年其实区区都有风雨球场 已经有20几座 那可以让小朋友不受天后的一个影响 那都可以来运动 所以很漂亮 然后小朋友大家也很喜欢 另外五赌国小也已经向教育部申请明年度的经费补助 将整建草地球场推动足球教学 除了整建人工草皮球场 就让市政府从前年起持续举办迷你足球比赛 参赛队伍也从第一年的25队 成长到今年的33队 除了国小及幼儿园热情参与 还吸引许多民间足球俱乐部的报名 显现金融市足球风气越来越兴盛 这就是让大家感觉很幸福的时候 可以在好的地方来运动 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诚意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增设体育场的设施 相关设施可以来进行 首先我先讲深澳国小 这个就是全金融市第一做的 人工草皮操场 人工草皮的操场跟增皮的 应该是增草的操场的分别不一样 就是它比较好清洁 它只要把上面的那些纸屑 就是可能是用那个扫把这样子 就是清就可以清理掉了 那如果是真正的草皮的话 它必须要养护 它必须要施肥 它必须要灌水 然后常常的修剪 那人工草皮操场它可以寿命到8到12年 那真正的草皮它大概维护就是2年到4年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人力去做这些维护 那也很开心就是我们金融市的第一面 就是人工草皮操场在我们的深澳 新一区深澳国小 那当然也是校方也是很希望就是附近的周遭的民众 可以来这边做运动 那人工草皮它的那个弹性也比较軟Q 就是对我们的膝盖啦长辈啊 都是比较有缓冲的 那迷你足球就是现在很推广的 这迷你足球有什么好处呢 像足球有分号嘛 有1号2号3号4号5号 那1号就是小朋友幼儿 就是出生了他们玩的那个小玩具 就是那种就是1号或者是更小的 那2号呢它是15公分 就是直径15公分 然后再来是3号就是18公分 20公分21公分这样子 那那天的比赛呢是6岁以下的儿童 所以他是用2号的那个直径是18公分的足球 然后那天也是很多的家长啊跟小朋友啊 这边就是玩得很不亦乐乎 那其实这个足球或者是任何的运动 对小朋友都是好处的 尤其是足球它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然后它在小朋友在失败中学习 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努力成功才能得到这个胜利 所以他们会比较凝聚比较团结 然后也是代表每个小朋友的合作能力 所以这个推广这个迷你足球 足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运动 然后我们新一区这一座 我们金融市的第一座的 人工草皮操场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多使用来做运动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让人家觉得很幸福的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人工草皮足球场 所以未来或许还可以再继续往下推 让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都可以享受到 这样的一个运动设备跟设施 一样要看大家来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监视器 有一位失质老人在中山去复兴路外出后 立即失去了联络 金融市议员张秉均就抱脱复兴路一带的店家 提供录影档案 结果发现了这名妇人 你快来看看 中山区一位失质老妇人 11月6号早上10点左右 在中山区复兴路外出后 玄机失去联络 金融市议员张秉均得知这件事情后也非常关心 拜托复兴路一带的店家提供录影档案 最后在复兴路馆头店的监视器档案中 发现这名老妇人 那个怎么会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 我在基隆人协会啊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关华协会里面啊 看到这个消息啊 那刚好我们家呢 我的店里面有 我的店 弓星馒头店有那个监视器 那我就帮他搜寻一下 刚好看到他坐上一辆寄车上 监视器清楚拍到 老妇人最后在复兴路坐上一台车号 TDS 3279的计程车离开 张秉均也立刻把监视器档案交给警方 希望可以尽快找到这名老妇人 那也感谢我们 弓星那个手工玉馒头 还有我们自由健身行 有提供了相关的监视器 那我们也顺利的看到我们阿嬷 有上了计程车 那我们也把这些监视器的画面 提供给我们派出所 希望让他们赶快去调阅 尽快的找出我们这位老阿嬷 那也欢迎社会大众 只要有看到这位老阿嬷的话 也赶快通知我们附近的派出所 那我们也祈祷 我们这位老阿嬷可以顺利的平安的回到家 也不要让家人继续担心 我们可以看到监视器 在紧急的时刻发挥的最大的功用 那我们就要来盘点一下 我们的监视器的数量 还有他的老旧态患又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要请秉均来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民意代表 时常都会接受民众的反应 就是针对监视器的部分 他们都希望说 藉由监视器来去维持我们治安 然后让我们的犯罪率不断的下降 然后也希望说 有时候在一些意外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希望借由监视器 来去厘清这些相关的责任 因为确实在这件事情中 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一些 民众陈情的一些的事件上面 我们有看到很多的监视器 其实他都是停摆没有使用的 那这部分包含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一个监视器 就是失智长者走私的这件事情 他也是藉由我们店家的监视器 而不是我们一般市府所 警察局所设立的监视器 那因为其实在附近的入口处 很多监视器都壞掉 那我们也藉由这个事件来去感受到 监视器确实对我们的平常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其实相当多 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到 其实在可能警察局或市府编略的预算上 其实可能经费比较没有这么的足够 所以造成我们很多监视器不足 或者是有一些已经损坏的坏掉的 然后都没有办法去太旧患性 当然我们一直跟警察局去争取 最终的答案都是经费不足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我们要去重视的 所以其实包含秉均 最近有在跟警察局 包含跟市政府在提出 比如说我位移是在中山区 那最近我们中山区有一个有协额发电厂 包含未来如果说有顺利变成天然气的话 也有一些电厂施工处等等 所以我们最近已经有开始不断的在讨论 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们协额发电厂 来去争取一笔的预算 因为其实有时候电厂 他都会有敦青木林的基金 当然这是回馈我们自己中山区的居民 里民来去使用 但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可以再重新 再另外拉出一条的预算 然后来去作为监视器的使用 来去造福不管是我们中山区也好 不管是我们基隆市民也好 把这一个预算委托 委管给警察局 然后来去做监涉器 然后来去增涉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大大来去降低 我们基隆市的犯罪率 然后也可以在有一些事件的发生之中 借由监视器来去厘清责任 我觉得这个都会让我们整个基隆市民 所引领期盼的 当然我也会 当然这有他一些操作的困难度 或者是还是要努力的争取 但我还是会继续努力 来为我们所有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的监视器 所以就是要安全 民众安全 大家心就踏实了 而说到安全要带大家来看 这个道路的规划统整部分 在暖暖区有不少民众也像我们的敏薰义座来反映 为什么这个路一直挖一直挖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应该要统合 这样子对民众来说比较好呢 是 那因为路平 刚才其实平均有讲到 交通是民众最关心的 那路平当然也是交通的一部分 那也是民众每天不管是搭车 还是自行开车 骑车 都会行进的这个主要的道路 一定要经过的地方 那目前我们暖暖区其实有好几条道路都正在施工 那包含现在已经正在施工的这个东四街的改善道路的计划 那我们过港路的这个管线清整的计划 那包含远远路的污水管的管线也正在施作 那巴独路也是在做这个改善计划的一部分 前期的这个整个管线改管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暖暖区其实主要道路 我刚才讲的这四条都在做施工 所以说民众引起非常多的民怨 大家说为什么一直一条马路一直挖不停 今天信用瓦斯管做好之后隔天换自来水 之后换污水管进来 然后一直就是一直在挖 那这边要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 那我们每天也都行这个道路 那我们也觉得说这个路真的是一直挖 会造成很深的民怨 尤其有些赶上班的时间就不够了 然后一直把我们做交管挡下来 那有时候在上班在急的时候真的会很紧张 那但是因为这个道路目前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暖暖区其实是基隆市发展最早的一个区域 那基隆市又是全台湾发展算蛮早的区域 所以很多的管线其实买在地底下 都已经是二三十年以上 那没有进行做更新 那所以说也是为什么造成我们整个基隆市 自来水里的漏水率是最高 就是因为长期以前的买管没有做更新 那现在管线旧了 所以说一直破管一直漏水 那其他管线其实大致上也都相同的状况跟问题 那所以现在我们目前远远路已经争取在我上任议员的时候 其实我就一直在争取远远路做示范道路 包含人行道的整个串街跟道路的平整 然后整个舒适度 那所以远远路在明年要敢做这个示范道路 这是已经确定的计定的政策 那过港路的优化改善道路计划也是一样 它整个人行道其实也都破旧不堪 那包含路面 我们现在目前都在做整个进行做改管 那都有征许到经费 这个过港路跟远远路 其实都是争取到我们中央营建署的这个 补助的这个细部计划的这个经费 那目前已经都在做执行的当中 那预计明年度最晚后年就会全体来做施工 那东世界是已经在进行了 现在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在做台电的下地的工程 人行道已经做好了 那包含这个马路之后 都会全部从整体全部重新跑铺 一直到那个后面的这个技术公路端 全部都会来做 那所以说大家会在 今年是一个暖云区的交通黑暗期 就是全部的管线在做整理 跟台电电感该下地的下地 然后该整理的管线 该态除快行的 全部都在做整理的工作 那你现在不做 其实就会影响到后续整个整个工程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做了 我们相信明年度后年度开始 其实我们暖云区就会比照 像现在大家其实 你如果有开车的话 很明显感受到 如果我开南农路跟开麦津路 那个道路品质是非常的平 非常的顺 所以你要来长庚的 你要去安乐行政大楼 你要去金融市区 如果你走平路的话 你会明显感受到 在暖暖区 你可能开远远路 接过港路 那些路都很坏掉 但是你一转到南农路之后 瞬间那个南农路变得很平顺 那如果你转国安路去 那个安乐市场那边的话 整个也是很平的一个道路 那未来我们暖云区的道路 就会是像这样 我们希望说 我们现在赶紧来把该整理的管线 整理清楚之后 那那个不只是道路的平顺 还有人行道的串接 跟电感下地 我们那个蜘蛛网的部分 要把它清除掉 那未来我们会是一个 有很好的天际线 有很好的道路品质 有很好的冷本环境 那让我们整个南区 是主要的道路 都会获得很大的提升 那用路很安全 那我们行人也可以走得很安心 是 路坪的问题 大家都一直很关心 除了路坪之外呢 还有公车班次的问题 快来看看 基隆捷运问题 吵了十几二十年 还没有结果 基隆市公车和国道客运的班次多寡 对市民来说 反而是最实际 也是最重要的事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就质疑 疫情趋缓之后 公车处表示 全市公车班次 已经全面恢复的说法 是一场骗局吗 因为有太多民众反映 公车班次明显减少 不只是中山区 应该是全市性的问题 根本就还没恢复啊 我还不只看了我们中山区 我也看了其他的路线来讲 比如说中山高中线 之前是每天大概间隔 比如说十二到十五分钟一班 你现在的拉长的距离 大概可能是二十到二十五分钟一班 这样子你的半次 恢复是指说 原本一个司机 一天可能可以跑六趟 那你现在还是让他跑回六趟 可是因为现在的司机人数不足 所以你把你的间隔的时间拉长 但司机的班次是恢复一样的 但对我们基隆市民来讲 我们不在乎司机一天可以跑多少班次 这我们不懂 我们要的是我们的交通的便利性 我们要的是我们的间隔的时间 可以恢复跟疫情一样 这不是跟我在玩文字游戏耶 你跟我玩文字游戏不重要 但你让我们基隆市民的交通权益 是受损的 我们服务处依旧 还是有一直有人打电话来 在问这部分 对于议员的质疑 公车处长陈欣皮指出 以中山区某条路线来说 可能是因为公车司机 排休排挤到班次调度 公车处会来审视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公车司机 他本身他有一些年假 就是特休假 有一些 因为我们没有强制规定他一定要排休 所以有一些司机他会放到年底 放到年底来排休的话 就会排挤到一些班次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有影响到整个302路线 整个一天算下来可能有一些班次会有一些调整 那原来可能12到15分钟一班 可能会做两三分钟 比如说15到18 这种类似这种间距的一个调整 那当然离风时间 他还是会稍微拉长一点 因为离风时间的那个乘客会比较少一点 那有关班次这个问题 我们会加强来审视 那这个部分跟张秉座来做一个报告 不过张秉均强调 根据他的了解和调查 是因为公车司机退休不少人 缺额并没有补齐 才会有减班的问题 而除了市工车之外 像是国光客运 在疫情趋缓后也没有恢复原有的班次 影响到通勤市民朋友的权益 要求市政府交通处也要关心这个情况 你会发现到最近很多市民 是对我们的这些大众运输工具的交通的时间 其实是相当大的反弹 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说由交通处你这边来去主折 然后来去跟我们国光客运这边来去做一个协调 你一定要恢复成像疫情前的原有的班次 然后至少不要再让这些我们基隆市民 要前往台北或者是其他县市的时候 往往在我们的后车艇那边 浪费时间在那边等 因为这部分其实如果你要是有在关心的话 很多市民一直都有在讨论到这部分 可以看到大家真的很关心这一件事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秉均 那其实我觉得公车是我们所有市民 最常使用到的交通工具 那这一部分其实我在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跟公车处在讨论 希望让我们全基隆市的公车 恢复到疫情之前原有的所有班次 而公车处也恢复我 9月1号全面恢复班次 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根本就是骗人的 因为我们有实际上来去计算 每一天走的班次 比如说以中山高中为限 一天原本是走89个班次 那到我现在实际上去算过 一天大概只剩60几个班次 所以我后来我在这一次议会总咨询的时候 我就直接提出 处长你根本就是在呼隆我们基隆市民 当然我们处长也这一次有再给我 我有再给他一个期限 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之前要完成 那我们最后讨论出来 他有说在12月1号的时候 会让我们整个基隆市恢复我们所有的班次 那我们到时候12月1号的时候 我们也请所有的基隆市民 我们共同来去监督公车处 确认看看我们的所有的公车 是不是恢复跟疫情前 我们等公车的时间是一样的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也欢迎各位来跟秉均这边联系 我一定会站在市民这边 来继续跟公车处 来去争取我们的所有的交通权益 当然其实我们有提到说 中山区的爱心医疗专车 因为目前直达到长庚的 只有暖暖七堵信义中正 那唯一没有的就是安乐跟中山 还有我们仁爱区 而仁爱区在市中心 安乐区在长庚 所以的话中山区是唯一没有的 当然这部分我有提到说 我们中山区的不是二等公民 只要其他区有享用到 我们这些医疗专车的资源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平等 所以这部分不论市政府 说有考虑到一些经费的预算 或有其他的考量我不管 只要我是中山区医院的一天 我一定会全力来帮我们中山区 争取这个交通的建设 医疗的资源 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要直达长庚的时候 再也不用转车 而是可以一班车直达到我们的长庚医院 享受到我们这些医疗交通资源 对说到医疗交通资源 当然还有一个爱心资源 其实三位异作都对地方的弱势群体 关怀非常大 我们最后两分钟 我们请三位异作来分别跟大家呼吁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困难的话 其实可以向谁求助 那敏轩从一上任之后 就这个 激起来办理这个食物银行 跟爱分享冰箱 那目前也都 每一区 我们的爱分享冰箱 其实在每一个行政区都有 至少一个冰箱以上 那食物银行的部分 是在我的服务处 这边 那也欢迎大家 如果真的有一些 知道有些弱势朋友 真的很需要帮忙的 或是一些边缘铺的朋友 然后需要我们来做协助 都欢迎跟敏轩这边来做联系 那包含今天的陈寅议员 跟张敏轩议员 其实我们都对这个爱心跟公益的这个 这个环节相当的投入 然后相当的重视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来合作 那不分区域 我们希望说可以让我们整个基隆市的这个 需要被照顾 需要被帮助的朋友 可以获得一些帮助 是 陈寅一做 其实陈寅是 学习敏轩跟敏轩 他们一开始是先做的 就是关怀弱势这一部分 然后陈寅也是在今年年初 开始就是做食物的发放 然后就是不定期的 那请多多关注我们三位议员的脸书 谢谢 丙君 那其实我在场的这位三位议员 其实我们都非常在关心 我们基隆市的弱势族群 取得帮我们市民来去争取更好的权益 跟服务以外 我们三个都秉持着 要多关心我们社会的弱势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 对他们的关系以及温暖 那不管是敏轩做的食物银行 包含陈寅有在做一些 寒冬送廊 发物资给这些弱势民众 那丙君其实也 每一年都有在做寒冬送廊 然后也是不分区域跟敏轩一样 跟陈寅一样 我们都是不分区域 来去照顾所有基隆 所有的弱势族群 那如陈寅刚刚所说的 其实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资讯 都会在我们的自己的脸书专页上 或者是只要你有任何物资上的需求 都可以欢迎达到我们三个人的福处 我们一定都会关心 我们所有有需要的民众 来与你们站在一起 然后来去帮你们解决到任何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宜座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带大家看到民众最基层 最需要的需求 相信我们的基隆会 越来越宜居 越来越幸福 感谢三位宜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但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可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民工人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才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付单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车大抄包 来 护士 走 小心啊 小心 一年前 妈妈 我要走了 妈 哥 你赶快打电话啦 在1966的协助 從婦人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慶祝了 這樣就好了 對 都給妳帥就好了 其實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 以後我們出門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 密碼外洩 這些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